我们最近 最近真的是很忙 又要去西藏 又飞回来 又去中国 又飞去中国 很多地方 然后搞到生病了 但是生病也没有MC的 MC不承认 所以我一直在重复 我没有忘记我所说的话 我有这种安排 就是每个晚上 大概是六点的时候 拜一到拜五 我会在这边教大家 怎么样看八字 但是不是连续教 就是不是有班级的教 因为有班级的教 就是要给钱的 就是课程的 第一课第二课 那就是我要教什么 就教什么 你不要听也要听 It's free 那么助理如果有空的话 就把后面的那个 生音关了 那个佛的念经的给关了 OK 今天说的就是大家喜欢的 因为最近 最近 很多人还是不停的微信 现在还有Facebook 还有微信 微信还是比较多 问我关于你们家的东西 有些甚至拍照 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就不要请师父去看风水 不一定要请我们的师父 不一定 你可以请其他师父 新加坡有很多了不起的师父 福禄塑有很多了不起的师父 牛车水也有 包括你们认识的那些师父 都是很好的师父 不好怎么可能做师父 请人去看会比较稳 比较安全 就好像在微信问我 我喉咙痛怎么办啊 医生 我牙痛怎么办啊 要不要拔 然后你拍照给那个医生看 是不是 不管解决这些风水的问题 最好还是请一位老师 去看看比较好 比较安全 那么 大家都听得出声音不是很好 因为就是原本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 那是因为最近不舒服的关系 忙到两三点 然后七八点就醒 现在念经都没空了 有一个学生问我 说他念那个佛说宝生托罗尼经 念一两百生 一两百生 就已经气喘如牛了 他问我怎么念一千遍的 每天怎么念一千遍 要train啊 你真的是要train的 但是怎么样念一万遍 那不是要更train 不是 只要你念足七遍 就是一万遍 什么意思 就是 你念足七遍 佛说宝生托罗尼经 念足七遍 诚心念 不要夹杂 不要想东西 不要看时钟 不要在念的时候 哎呀 没呼啊 没呼啊 不要这样子 不要说难 千万不要说难 人要死的时候 那口气不来的时候 也是难 我一直在提唱大家念 佛说宝生托罗尼经 因为宝生佛 是南方佛 他真的是很慈悲的 慈悲到 哇 主舟 给我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梦到 我梦到 宝生佛 主舟 这是不好的 这样子不好 这是魔障了 魔障 但是有可能自己想要吃粥 咳嗽嘛 饭吃不下 想要吃粥 所以才梦到祖粥 宝生佛是南方佛 他不是西方佛 西方佛大家都认识 很出名的 阿弥陀佛 所以念修净土的朋友 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修净土的朋友 很乱啊 有些人到底要念宝生佛好 还是要念阿弥陀佛好 念阿弥陀佛好啊 当然很好啊 念阿弥陀佛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吗 当然是好事 但是念阿弥陀佛 念宝生佛 修什么法门都好 你要做到一点 就是真正看到功夫成片 功夫得利 怎么样看到功夫得利呢 你夹杂这边拜那边拜 没用的 wasting your time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没得baganda 当我们的测心器 走到低的时候 是没得baganda 给我多一下 没有的 而且人死后绝对不是死了就没有了 那太简单了 你杀了十个人 然后就死 没有了 还有因果轮回 还有报应的 还有很多的 所以一定要修 要修什么 我在这里提倡的是修 佛说保身 土罗尼经 但是如果你们是修净土 那继续 念佛 念经 念什么都好 一定要钻 一定要钻 大家知道 佛说 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 佛说阿弥陀经 如是我闻 意思佛在舍利国 这个舍利国 这些地方 这个就是佛经 但是佛说保身 陀佛陀罗尼经 不一样 它也是经 但是它一开口 就是什么 就是咒 是不是 Ratna Sambave 当然你 一开口就是咒 很奇怪 这本经 这本只要大家好好的念 如果能够传送给你的朋友 记住 不堕地狱 你们绝对不堕地狱 所以这个咒 是什么意思 这个经是什么意思 让你如愿以偿 真的是让你如愿以偿的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走到真正的好命 我从九岁开始看命到现在 有些人穷 他的八字是很穷 但是他很富贵 有些人很富贵 但他很穷 有些人摸自己的良心 觉得自己很有本事 但是没人欣赏 为什么会这样 命理学说 你被原神所致 要懂得自己的原神 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什么 原神出窍 有没有 那个是孙悟空 每次他师父讲 讲到他受不了的时候 他在那边坐着 但是魂呢 跑掉了 他师父太啰嗦了 如果我们会原神出窍也是很好 上课的时候 老师太啰嗦 我们说的 原神出窍 原神出窍的意思 就是我们说 灵魂离开了我们身体 但是我们命理学说的原神 就是我们的日元 这里有没有人 不知道你自己的日元 是什么的 举手 很好 只有两个不知道 等一下免费帮你看命 你再问多一次 就全部棘手了 YouTube肯定有 你肯定 肯定不知道什么叫原神 原神就是我们的日 你几日出生的 你什么日出生的 我懂 我是英文17号 华人初八 不是 That is a figure 这只是number line 不是你的原神 真正的原神是什么 就要看通圣啊 万年利啊 就要看通圣万年利 我们这里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帮你 告诉你 你的原神是什么 所以下来 我只要有时间 现在再安排三十多场 四十多场讲座 在Bugis 在很多地方都安排讲座 到时候你们可以去听 但是有可能看不到我 现在我徒弟多了 徒弟是越来越多 但是有些时候 如果你们对我的徒弟 有任何的疑问的 例如 师父 你的徒弟会不会帮我 除掉我的厄运 你可以问我 知不知道 因为 当KX越来越成长的时候 大家想 我想让你们了解 为什么我要收 那么多的徒弟 为什么我要造 那么多的师父 因为我在世间不长 我在世间的日子 已经开始不长了 越来越短了 你不要看我 越来越年轻 实际上是越来越老了 所以 我能留下来的是什么 在知识方面 就是风水和命理 尽量让你们学会自己 怎么样自己掌握自己的八字 但是还是有人很懒惰的 我还是给人家看 那你可以找我的徒弟 所以我才把这些交给他们 然后我不在之后 你们可以找他们 有可能以后我不在之后 KX变成XK了 我不知道 你知道KX的意思是什么吗 不知道 开心 相信我 人要做到一点 就是一定要永远 对你的身边另外一个好 这是我经常都说的 你如果身边那个人 天天 哎呀 天天这样 没必要跳的 哎呀 马票不中啊 股票下跌 哎呀 你要叫他来听讲座 我们身边那个 一定要最开心 天天开开心心的 如果你的老婆 今天回家 你的老婆又是这样子了 你赶快买一粒钻石给她 买假的啦 你不要买真的 她反正不会 包装要找最真的包装 打开的时候里面是什么 她都不会了 女孩子最笨的 他们每个都知道 当然不当然 这是开玩笑 最重要就是 让她放心 学一学 出门的时候 老婆 出门啦 回来的时候 老婆啊 回来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一句话 不是每个人都能说的 真的 你们还小 这里最大的才几岁 对不对 我从九岁看命 我看的命 比你们看的人还要多 比你们吃的饭还要多 今天 看到她 哎 啊 什么 老婆很生气啊 啊 不要回来 不要回来啦 老公 出去了 最后呢 电话响 警察局打来的 来认世纪 哭得要死要活 你起来啊 你起来 没用啦 所以生气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进攻法师提倡不要生气 我觉得生气是可以的 我们是人 哪里会不生气的 生气可以 但是尽量快点消 尽量想一想她的好 明白吗 所以我才说 风水命理学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要走三步路 三步路 走三步 走错就完了 一就是命 有可能你的命 没有那么好 你要设法想办法 怎么样去control 你的八字 你的命 所以你要了解它 命运是掌握在 自己的手上 这是nonsense 你先要认识命 才能掌握 不可以嘴巴这样讲而已 你要先认识 第二就是运 命真的没有办法控制 真没办法控制 但是运你可以控制 多带笑容 吃饱没事就 一直笑 真的 你不信啊 你对着你的老公早上 你试试看 他睡觉的时候 你坐在他旁边 你这样 他不敢得罪你的 是不是啊 你在吃一吃 你去厨房 你跟他笑着 我做早餐给你吃 你这样说 你要有这样的语气 然后你进去 你后面磨刀看看 他一定跑了 牙都没有说 笑了 我姐妹 要抬我 笑容很重要 多对我们的 反而是夫妻之间很少 跟朋友 你看 他跟老婆 可以整天不说话的 尽量用一两声 以前不是啊 对不对 以前父母骂你的时候 不要用电话了 一下子 一下子 没有了 我妈妈 两个没有讲话的 来一次 你放了 你放先 你放了 你放来放 你放不下 你放不下 连doilet都拿着 哇 切磋 callers phone 以前还没有hand phone 只有杯子 是不是 现在呢 老夫老妻 天天在一起了之后 吃饭 今天要吃什么 吃什么 可以短就尽量短 听电话也是一样 看到老婆打来 讲 以前是打零 现在是 说 还没讲完 你看现在 白切 以前只要有男孩子跟他讲话 哇 不行了 不行了 现在呢 跟男人出去 他也不管了 男人最喜欢说的 要就拿去 尽量关心 这样我们的吃 这样你就不用看命了 真的 你好到这样子的 就不用看命了 肯德基有没有吃过 你们吃肯德基 吃了是不是好到顺手指 你试一下 你吃了之后 给你老公 他会说你笑 肮脏 但是在拍拖的时候 他自动拿你的手 帮你擦 不够 纸巾不够 辣椒不够 他就给他 这种 不要拿什么酒 不要拿辣椒 有时夫妻是很可爱的 所以磁场一定要好 两个磁场要好 今天老公来 老婆没来 没关系 回到家 记得跟你老婆讲 你看 你都老了 这样摸一下 哇一口啊 他会哭的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去了巴雅雷巴 回来 有吃药了 所以 今天有可能 YouTube的人看不清楚 因为里面的人说 那个字好像有点萌 我们今天讲的是 谈风说水 讲才味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钱 真的吗 摆了真的会好吗 你试一下 试一下 每个人 他有时候 他的八字里面 运是真的是很好 我有看过 你的运真的很好 准备发财 但是 发 没有啊 没有发 什么都没有 看不到 喂 有没有试过 家里有没有镜子 YouTube的朋友也有镜子 你去找一个镜子 照一下 你一定 100% 会告诉自己 我不是个倒霉的人 你看 我是这笔 不倒霉的 没有一个人会说 我写水 没有的 每个人都有自信心 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你的脸的问题 你的运的问题 有时候是风水的问题 尽量把这三样东西给解决掉 要命好 尽可能不要常常听到 什么 你如果常常听到人家 你跟人家讲话 常常听到对面 对方的人跟你说 什么 那就是你的 你的命啊 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量讲一句话 除非是喉咙痛 那人家到底在说什么 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 你们有没有去过中国 中国说话 你不用说什么的 很大声的 为什么 中气族 但他不是没有礼貌 是我们不习惯而已 来 要什么 我们新加坡是 要什么 但他中气族 不是代表没礼貌 他就是这样 新加坡很喜欢 跟人家说什么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对我们来说是吃饭 没有什么的 谢谢 他们那边 不客气 不要那么客气 因为谢谢你 这几个字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 不用谢的 他们的意思 他们的朋友也是一样 中国的朋友 好像你说 这个是不是你的朋友 这不是 这是我同事 不是我朋友 朋友这两个字 我们不是了 新加坡人是brother 认识一分钟 brother了 已经是brother了 兄弟了 他们那边不随便乱叫 很注重 所以我教大家 财位 财位的方式 我们一定要control 三个地方 就是一命 二运 三封水 把你的命 八字 命就是八字 我常常说 今天谁是第一次来的 这样你们没有听过 记住 餐桌 不要放药 新来的朋友 知不知道 为什么会知道 在YouTube听过 餐桌不要放药 真的 不过如果你很讨厌 你的老公 那你就放多一点 Banadol 放多一点药 餐桌不要放药 如果他不疼你 每次都不给你家用 是吗 你就煮多一点药 放在那边 来快点来 坐在这边喝 慢慢喝 餐桌不可以放药的 还有餐桌 也不要选择那种分线 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有钱看风水 对不对 不用我说 我知道大家看那个脸 应该是没有什么钱的 好 不要看风水 一个方法 在一起吃 多在一起吃 很多人买餐桌多少钱 一千块 两千块 买一个餐桌 然后呢 在电视机那边吃 餐桌是什么时候用 过年 过年才用而已 那你过年才 买一个可以租的 餐桌很重要 餐桌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人 吃小孩 大人不会 养成一种习惯 他们喜欢把脚 放在餐桌上 这是不可以的 要记住 千万不要 我们说桌子是有神的 斗五行 说的是餐桌 不是其他的桌 说的是餐桌 办公桌无所谓 但是餐桌不行 记住 餐桌也不要用透明的餐桌 看得到脚的 那不要 所以如果 餐桌 哎呀 惨了 我的家的餐桌 就是看得到脚 怎么办 放心 把脚砍掉 就看不到 没有 不盖住 所以YouTube不要那么冲动 撑桌不可以看玻璃的 马上换 对不对 不用那么冲动 或者你可以拿那个 那个叫什么刀片 刀片 或者拿锡子 慢慢刮 刮到它刮就看不到了 也可以 需要一点时间 这里提供的 有可能YouTube的朋友 不太能接受 因为有美国 有加拿大 泰国 很多地方都在看YouTube 他们有可能 这个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们的标准巫图 标准巫图从哪里拿到呢 新加坡呢 就从HDB拿到 或者从公寓 或者从Designer 你叫Designer帮你画一张 是可以的 但是除非你要让他装修 要不然要付钱的 外国也是一样 外国没有HDB 但是他们可以 HDB就是建屋发展局 我们建屋子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张图 外国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想办法 不可以用自己用手画 因为它的尺寸 是有极限的 不可以随便乱画的 有些人他们画 画到最后 他听了 他说的懂 我听不懂 我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所以如果想要用微信的方式 问我 可以 我的微信号很简单 KX Master K和X Master 很简单 但是现在有 有一个版本要注意 如果你们一打开那个 微信 看到的那个人 是穿大衣的 像律师一样的 那个是我 真的是我 如果是另外一个呢 是穿黄衣的 那不是我 记住 因为现在也是有人用这个名字 来注册 所以要注册 注意 不过人红是这样的啦 狼昂的 红了要肿了 OK 大家看得到这个啦 好 这个是 没有藤条 OK 好 这个是门 看到吗 看得出吗 那个小小个的 看得到 好 这个是门 很简单 这是门 门 我们从门开始教大家 很多人 财位在哪里 最标准的财位 最标准的 有三种 记住 你这个学了之后 以后有可能也可以做师傅的 但尽量不要摆在我的旁边 远一点 好 第一个 就是每年的财位 今年的财位在哪里 明年的财位在哪里 所以我常常告诉那些 我在风水讲座 在外国 跟风水师讲风水讲座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播出来 那个是不能播出来的 那个有很多老师跟他们报告 应该不是说教 应该说跟他们报告 跟他们报告 他们请我嘛 我跟他们报告 做一个心得的报告 我都教他们 做风水师 如果要赚钱 最好 就是帮人家看九指飞星 为什么 因为这个每一年都看一次 但价钱不可以太贵 这个你就会有regular customer 是不是邪派的 不是 这是正的 他没有邪 他就是要赚钱 但是一次呢 你可以七八百块 五六百块 这样子是OK的 一年五百块 跟那个Rodex是一样的 所以九指飞行 为什么呢 告诉你家里面 记住 这是我家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蛋糕 蛋糕知道吗 蛋糕英文叫蛋糕 不是 叫cake 是吗 cake 切成九片 最高地 最高地 切 狗品 切了狗品 狗品 很难听啊 狗品 狗派啊 狗派就是跟你说狗派的嘛 谁说狗品的 狗派啊 狗品 贵贵 最高地 波东波东 奶 OK 这样子 就把它是一片蛋糕 切成九片 那怎么切 很简单啊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 就是 从这个地方 好像比如说 这里 对不对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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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地方 量到这里 明白吗 除三 除三 然后这边画一点 这边画一点 那不是除山了 再从这个地方画到这里 除山这边一点 这边一点就OK了 然后再把它接起来 就是我们店画那个井 井就画一个井在中间 然后尽量的square要平均 尽量平均 有些人说 这个容易 但是我家不是 我家就是 这边有一个凹洞的 有一个凹 就是没有的 有这样子凹型的 有 不管还是照画 不要管还是照画 那叫缺脚 哎呀缺脚不好 如果缺的位置是生病的位置 那就很好咯 懂吗 不要那么开心 如果缺的是柴的位置 你就哭咯 天天晚上在那个 有办法 就站在那个窗口 天天说回来吧 OK 不要贪心 慢慢学 就是画一个井字就对了 我好像会 你前世也是风水事 一教就会了 以前我在讲座 二十多年前讲座 那个男 那个讲到 血都喷出来 一面讲一面擦 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讲完了还要 师父可以repeat吗 这不懂我在讲什么 很辛苦 所以记住 家就是一个蛋糕 分成九块 OK 也算全部都画在一起 这一间的WC不算 这一间这一间不算 因为它突出来了 它总益力出来的 所以不算 不过 有收钱 不要问 没收钱 要敢敢问 对不对 画好了 求一位老师 为你做鉴定 我保证 全新加坡 全世界的老师 都愿意为你做鉴定 如果他不愿意 为你做鉴定的呢 你叫他来找我 我骂他 因为这个是 对他们来说 就是把脉 很简单的东西 就等于说 我还活着吗 OK 还活着 很简单啊 懂吗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 是很难 因为一旦画错 就麻烦了 明白吗 一定要求老师做鉴定 KX很 这个绝对 是没有收费 为你们服务的 如果需要我们的鉴定 当然你如果有我的 微信的话 可以问 但是你要自己画 你不要叫我帮你画 知道吗 师父可以帮我画吗 还有人现在 也要尊重一下 我的职业 我是靠什么钻刺的 看风水 看命 对不对 所以 我不知道你们 认不认识律师 真正一个大律师 你问他 请问如果 什么什么 他不太会回答你的 他要说看情况 看情况 明白吗 因为他这是专业 所以现在很多人 在微信 叫我跟他看命 问我说 师父 我要离婚了 你说我会不会离 师父 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孩子 问我一大堆问题 这全部都不可以这样子讲的 他说没有关系 我可以发我的八字给你 不可以 这个真的不可以这样讲 最好的方式 因为我不知道 发这个给我的 是不是你 明白吗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人 他很讨厌我 你们喜欢我 你们喜欢我 是因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懂 为什么YouTube的人会喜欢我 我是很令人讨厌的 他把他的夫妻的八字都发来 然后叫我跟他们算 这两个人 你说你听清楚 听清楚 你们是师父 我发微信给你 明白吗 我继续再说 两个八字 给你了 听得懂了 下面的问题是 请问师父 请问梁大师 这两个人的八字 和吗 那是不是他的八字 这两个人 那你应该说 我和我老婆的八字 是不是 我和我老公 他是问 这两个人的八字 和吗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第三者 所以在这种 这种法则里面 我们是不会回答的 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 你们把八字给我 我真的不能回答 因为这是人家的隐私 这是我的 我孙八 我发誓 这是我的 那你就来这里 不过我理解 因为现在看 我要等六个月 有些时候 有些人很生气 排到他了 但是被extend了 因为有时候 突然出国 要买一些药材 去国外 因为某些人生病 我也很紧张 那就突然间 明天你要见我 忽然间 你就会cancel掉 所以有些人很不开心 所以现在 我一直在培训师傅出来 所以记住 今天我们教的 就是这个 要会 你连forbland都哪来 刚好而已 刚好哪来 然后刚好开出来 刚好你跟我指点 刚好我中马票 你看 包重了 笑到这样 我们里面还有两支针 拿出来打一下 吃药没有用了 学懂了 第二步 哪里是财位 进门的脚头 就是财位 刚才我说的是 第一个就是 每一年财位在哪里 我们的money在哪里 每一年都有不一样 这是第一招 第一招 第二招就是 你的八字的财位在哪里 我们自己的八字有财位的吗 有 师父只要告诉你 你的财位在哪里 就可以了 第三个 你家里的财位在哪里 懂吗 三个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第一 你的 今年的财位在哪里 有可能你没有啊 哎呦 在大学啦 在厕所啊 怎么办啊 对不对 谁就没有啦 好 不用紧 我还有自己的 那当你要用自己的财位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要照镜子 要问自己 你幸运吗 你认为你幸运吗 要坦白讲 如果那个人 里面的那个 镜子 那个人会 会跟你说 幸运 你赶快跑 你都没有讲 但怎么讲 如果你 自